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ABC唯一等比数列时 猜猜看ABC何者为此等比数列的等比中项 答案选B 没错 等比中项顾名思义就是在等比数列中的中间那一项 所以数列的中间项B就是A和C的等比中项 之前在等差数列ABC中 等差中项B可以用A和C来表示 那么这里的等比中项B能不能用A和C来表示呢? 根据等比数列的特性 我们知道公比R等于后项除以前项的比值 也就是公比R会等于A分之B 也等于B分之C 后面分数的部分交叉相乘后 可以得到B平方等于A乘以C 原来如此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刚刚整理表格的最后一格也补上了 最后一格就是当ABC三数乘等比数列时 B为A和C的等比中项 且B平方等于A乘以C 没错 现在知道等比中项的这个关系后 我们可以来练习题看看 确认一下是不是都会算了 以知4X16三数乘等比数列 求X等于多少 答案选C 因为三数乘等比数列 所以根据刚刚得知的等比中项关系 我们可以列出 X平方等于4乘以16这个等式 X平方等于64 因此X等于正负8 记得要加正负哦 接下来既然都已经学会等X数列与等比数列了 那我们就来练习一题两者合并的题目吧 已知等X数列A1 A2 A3的首项A1等于4 公差D不等于0 且A1 A3 A8乘等比数列 则A9等于多少 这题看起来好难哦 小树啊 你有什么想法吗 题目说A1 A3 A8是等比数列 那我们先把这三个数用原本等X数列的表示法写出来观察看看好了 好啊 A1题目有直接给等于4 A3用等X数列表示法可以写成A1加上2D 因为A1等于4 所以A3又等于4加2D A8用等X数列表示法可以写成A1加7D A1等于4代入等于4加7D 因为A1 A3 A8是等比数列 所以4 4加2D 4加7D是等比数列 到这边 根据前面得知等比数列的等比中项关系后 你能透过这个等比数列先列出一个等式吗 已知4 4加2D 4加7D 三数为等比数列 则下列合者为正确的等式 答案选C 因为三数为等比数列 根据等比中项B平方等于A乘以C这个关系式 这题我们可以列出中项B平方的4加2D的平方 等于4乘以4加7D这个等式 接下来将等号左边的平方乘开是4D平方加16D加16 等号右边的4乘进括号中是28D加16 将等号右边的数移向到左边得到4D平方减12D等于0 再来将等式同出于4得到D平方减3D等于0 提出供应式D可以得到D乘以D减3等于0 所以D等于0或3 不过因为题目说公差D不等于0 所以等于0这个答案不合 也就是这个等差数列的公差等于3 知道公差等于3之后 我们要算A9就简单了 没错 因为A9等于A1加上8D 将已知的首相及公差数字都带进去计算 即可得到最后答案A9等于28 Bingo!正确答案! 在这支影片中 我们知道了当ABC三数乘等比数列时 B为A和C的等比中向 且B平方等于A乘以C这个关系式 最后也练习了等差数列和等比数列观念混合的提醒 如果有还不熟悉的部分 记得要在自己多做练习哦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